君宿晚安委員會在日空13年 紅中Q四驚發生的事物成立過 幫助加速來調查真相 監督君宿案件的調查過程 不過只成立一年就改善了 那當初是由人款律師郭立平和民間團體作為推動 所以現在郭立平已經做到國防部長 就民團和君安 會加速來給郭立平 要重新啟動郭安委員會 請鼓勵熊部長重啟今天委員會 三位君安加速由台湾微信團 協同作為開記者會 要求國防部長新啟動君安委員會 君宿晚安受害者 不及自己的這些基礎 部隊發行自殺案件 君方調查的過程中 常常出現說 感激起海氣的狀況 在這過程非常不透明 所以希望可以有君安委員會 作為第三方來感激調查的過程 為什麼只要是致意的案件 君中的監視器全部不是壞掉 沒有畫面 就是私下 因為君中調查資訊的不對等 所以我們才要設君中委員會 另外一個受害者創下良的媽媽說 雖然委員會是 公眾出現的時候 林寬律師 郭立平上人要求新立 現在郭立平做國防部長 希望國防部可以重視這個基礎 就像今年的1月5號到5月31日 總共有21個軍中死亡案件 有18個案件用自殺做結案了 希望他是人權利 使他能夠重視到這一個區塊 臺灣衛生團協會支出 目前軍事案件因為 牽涉國家機密和國家安全 調查的過程不公開 參加調查的人也有限 君安委員會的新立 可以讓更多專家 加速民間團體的參務 因為2013年 公眾出現發生的時候 委員會好像新立一年不夠長 應該將這個委員會製造化 所以我們希望設一個軍安委員會 讓這個軍安委員會 有一個補充的調查館 也讓社會工程的臨書 跟軍安的加速 可以參加這個委員會 另外協會也支出 兩千空22年 整年軍中已自殺結案的案件 是十六項 今年目前就已經有十八項 超過過往整年的數量 妄國方報聽到訴求 給家長不用掛心 記者 郭川謝桂林 台北報道